今天我们读到了《红楼梦》的第38回 这一回继续讲前一回结社作诗的情节 由于这场酒宴算是湘云坐东道还席 经过宝钗的精心安排以后 就把场地设在偶香谢这个水瓶子里 他们先招待贾母、王夫人、凤姐等长辈 先一起享用螃蟹宴 然后啊,金钗们再留下来做自己的诗 我们可以看到,这场酒宴的整个场面 非常的热闹,无比的欢乐 主仆之间几乎没有规矩 很平等地互相调侃、嘲笑 你看,凤姐和鸳鸯、贫儿、琥珀 就玩闹得像亲姐妹一样 这可以说是贾家宽柔待下的 优良家风的最佳表现 而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大家 他们吃的这些螃蟹是从哪里来的 有很多人以为是从江南滨海的省份 例如江苏那一带运过来 但这真是个很大的误会 因为海鲜类很容易败坏 根本没办法承受这么长途的运输过程 所以北京的螃蟹都是就近进口的 它的产地有两个都在河北省 一个是任秋县的赵北口 一个是文安县的盛方镇 这样才能够尝鲜 而其实大观园里 大家吃螃蟹的这一幕盛矿 也是清朝王府生活的写真 当时王府的内眷们都很喜欢吃螃蟹 吃的时间是在下午 而且他们喜欢自己播来吃 而有趣的是 一家子之内还轮流请客呢 小说家写完了酒肉盛宴的口腹之欲 接着就是纯粹姓林的诗歌引勇了 这些金钗们总共写了一组十二首的菊花诗 以及三首幸之所至就地取材的螃蟹诗 你看曹雪芹非常厉害 他让每一位金钗的人格和风格合而为一 让我们见诗如见人 这对于人物内涵的塑造 就更加生动传神了 而从这一段描写 我们也可以看到 大观园里的诗舍 大致是怎样运作的 我们现在主要就讲三个重点 首先第一个重点 你可以发现到 在诗舍里写诗是一种集体活动 并不是各自抒情研制 既然要比赛定出高下 那就得要有共同的标准 所以开设的时候 都会先定出一个范围 去限制作诗的题目 甚至还规定 作诗要用到的运脚 然后在固定的时间内要完成 你看前一回的白海唐诗就是这样的 大家都只能写用白海唐诗 而且都必须要同一个运簿 这个呀叫做现运 甚至当时用白海唐诗规定的更严格 它不只限制要用同一个运簿 还要求只能用这个运簿里的五个运字 于是被随机抽样出来的 门、盆、魂、痕、昏这五个字 就依照顺序作为八具律师 要押运的五个运脚 每个社员都必须迁就这些条件来发挥 所以说这是最难的 但是大家很可能会质疑 写诗不就是要写出自己的心声 而这些形式上的限制 岂不是压抑了真情流露吗 诗歌还会有真生命真性情吗 其实啊 事件的道理都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要知道 并不是直接写出自己内在心声的诗或文章 就一定是好作品 因为艺术是必须要学习锻炼 才能真正成为杰作 所以说这些形式的要求 反而是很好的考验 它让一个诗人 可以更熟练地运用这些技巧 而好的技巧 就可以把好的感受 表达得更深刻了 而这就是限题 限运可以发挥的正面的意义 至于第二个重点 那就是 诗社的活动 因为有了这些限题 限运的要求 形式上的标准统一了 那就可以直接针对内容来比较高下 来凸显出谁的灵感多 学问深 成果好 而大家也可以借机观摩 学习 互相切磋 这其实是很好的交流 你看十二手菊花诗做完了以后 一起张贴出来 大家在现场一边看一边评论 你一言我一语 指出哪一句好又好在哪里 而我们读者看了 也跟着学习了不少呢 最后 在大家的切磋交流以后 就要评比出名次了 这也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个重点 在前一次大家用白海唐诗的时候 社长李丸 以坚守公正的立场 给了薛宝采第一名 而不理会宝玉的夹缠干扰 那么到了这一次的菊花诗竞赛 李丸又发挥了良好的判断力 把桂冠给戴在了林黛玉的头上 即使黛玉他自己 并不很满意自己的作品 你看 很难得的是 高傲的黛玉向来是争强好胜 连在原非醒亲的大场面上 也是一心想要把众人给压倒 而这个时候 他居然当众坦诚 自己的得奖作品并不好 他深刻了解到 自己的缺点是伤于仙巧 也就是过于纤细 弄巧 所以不够深厚 而这一次 可是很难得的一次哦 可是李丸对于戴玉的自我评价 却认为 戴玉的失礼 并没有堆砌生硬的毛病 所以他坚持拍板定案 可见啊 李丸确实是不偏不倚的好裁判呢 那么 这一回的导读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会